嗨,我是Wen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对离形身材非常友好的显瘦穿搭 我本身161cm,56kg 然后是离形身材 上半身瘦,下半身胖 然后有很严重的夹胯宽 然后大腿内侧的坠肉也是肉肉的 很明显 所以我今天要教你们 怎样用穿搭来骗人家 给人家看起来你很瘦 第一个look,我选了今年很流行的 讲黄色上衣 上衣的版型有点宽松 但是视觉上也是合身的 然后下半身就配着这件黑色的长裤 这个长裤的版型不会太贴身 同时也不会宽松到离谱啦 而且它的裤脚做松紧带的设计 所以能够修饰腿 然后达到显瘦的效果 想要让别人focus在你最瘦的上半身 而不是肉肉的腿 你可以穿一字领啦 觉得太肉的话可以选中长袖的款式 然后下半身内我就会选一个黑色的排扣裙 它是属于A字版型 加上裙摆刚好可以完美的遮住腿最肥的地方 but又能露出下半身最瘦的part That's what I said 我们要遮最肥的地方露最瘦的地方 所以尽情穿无休衣服罢了 但是还是觉得手臂肉肉的女生 可以外穿一件比较宽松的外套 来balance整体的身形 虽然讲浅色系是最显胖的颜色 但是这款半身裙的布置 它是偏硬的 然后加上它是A字版型 所以还是不会放大下半身的缺点 这套可以算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日常 上课还是初阶的穿搭 因为它的上衣装红色很好看 然后也很显白 而且它的版型有一点宽松啦 第二点是为了balance身形 我就配了这件超显瘦又显腿长的黑色宽裤 裤头是松紧带的设计 穿上去就会让腰看起来小一圈 人家讲我45kg我也是会承认的啊 接下来就是我最喜欢的穿搭风格 Urban style 版本上衣是很美啦 但是它短到我整个肚子都打出来了 所以我就搭配了一件非常显瘦的工装裤 哇 这个裤子我给你们讲 你们一定要入手OK 这裤头跟裤脚它都有松紧带的设计 它的版型也是高摇 重点是它不会太贴身 我另外会搭这种高过脚踝的靴子 可以看起来有一种鞋子和鞋合体的概念 想要骗过人家 我们就要把上半身穿到更重一点 Hoodie对我来讲就是最好选择啦 不过它一定要达到这两个条件 下摆超过大腿内侧 N宽松的版型 但是我这件Hoodie的下摆不够长 所以我里面穿了一件oversize的T恤 来着大腿肉肉的地方 下半身就穿紧身的五分裤就OK了 这种反差真的可以弱化下半身来强调我们的上半身 有时候懒惰想outfit怎么办怎么办 你还可以内搭一件卡骑色或者什么也是都OK啦的针子上衣 然后外穿一件吊带长裙就肯定不会出错了 长裙内就可以很好 也可以直接的遮住你的肚男还有大腿的肥肉 长度也落在膝盖的下方 将小腿露一露 今天你最受 希望你们会喜欢这类新的影片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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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